下面咱们继续同学们 接下来咱就把面向对象里边的三个特性 三个特征给大家再强烈一下 分别是封装继承是不是多态 请问同学们 基础班也学完了 当然有点咱们就业班里边前半部分 是不是咱们从来没有面向对象 那我要问你了 咱们学面向对象到底为什么 你知道吗 好用的体现是什么呢 分别我只是给大家举个例子 咱们说这个 假如说我接下来写一个程序 我要做一个 比方说做一个小坦克大战的这样一个程序 那么我只是假如说 我只是假如说 这个函数用来跑 这个函数用来打 这个函数用来显示爆炸的效果 这个可以吧 那么你想显示几个坦克呢 因为每一个坦克请问一个问题 每一个坦克是不是都可以有跑 都可以有去这个这个这个什么 发射子弹 是不是还有爆炸的效果了吧 那么你想必一定是有一个列表 我说的应该没错 你脑海里边出现的第一种 就是有一个列表 这个列表里边 比方说都是这个HP P一次还是HP呢 应该是HP吧 HP对 HP比方是血量嘛 这里边全部都是血量 然后这里边 比方说表示你的车的颜色 就是你那个坦克的颜色 是吧 这里边有可能全部都是记录了 你的坦克的一些其他信息 记我这个列表存的是坦克的生命值 比方说这个有100D写 这个有90D写 两个对吧 然后这个呢 有可能就是你的颜色什么 比方说你是蓝色 然后一个逗号 有可能你这个地方 有可能是红色的坦克 那么剩下的东西也是可以的 兄弟们有没有发现个特点 我为了有两个坦克 我这个列表里边只存HP 我这个列表里边只存颜色 那么请问 它的第一个和这个列表的第一个 它们两个的第一个元素 是不是还表示了是不是一个坦克的具体的一个属性 就是一个坦克的一个信息 那么将来我取出100和蓝色来 请问他们 我接下来有可能调用这个函数 是不是有可能调用这个函数 是不是有可能调用下面这个函数了吧 那么简单而言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你接下来想让每一个坦克进行辩订 或者让它走的时候 你也得把所有的坦克的信息给它取出来 你得从这个列表里边取一个 再从这个列表里取一个 再从这个列表里取一个 再从列表里取一个 那么接下来有可能是不是 再去调用这些函数 把这个值传到这个函数里面去用 那么你为了保证第二个坦克和第一个坦克 没有互相干扰的数据 你往往就通过列表里边 其他的元素来存储 也是可以的 但是这么做 无形当中加 无形当中会让你的程序呢 就变得更复杂 为什么呢 我接下来想要判断判断 这个坦克到底打到了哪个坦克 那么请问 我是不是用当前这个坦克的威力 接下来我去判断它里边的某个生命值 或者是某一个地方 接下来是不是再去做事情了吧 简单一支一句话 你写的函数 你用的全局变量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是程序越复杂 实现过程越难 这就是面向过程的一个体现 那么面向对象 它对中想要干什么事情呢 你要从面向过程里边抽出的 核心问题是什么 你就知道面向对象的好处了 注意看 结果 面向过程能实现这个坦克大战 那么你觉得 非常费劲 非常复杂的地方 到底在哪呢 就在于 你的这个列表里边用到的数据 接下来要用这几个函数来处理 这个列表里边 其他的坦克的数据 还是是不是要用这几个函数来处理了吧 那么你说有可能产生个问题 列表将来处理的时候很复杂 那么我怎么做的呢 我把全局变量和函数 我找一个地方把它装起来 你想创建一个坦克 你不是说了有数据 你不是说了这样的坦克 也得有调数吗 那么我就把当前 我用蓝颜色扩起来这一坨东西 我把它当作一个模型 一个模板 你想创建一个坦克 你就从这个模板里边 把它生成一份蓝 那么大家可以看这个效果 我把你的全局变量 你可以认为就是全局变量 你可以认为就是全局变量 但是不是真的全局变量 是假的 你可以把你原来所说的全局变量 以及你的那些函数 把它放到一个模型里边 接下来你想创建一个坦克 我就申请一个空间 这个空间里边有两部分 第一部分 你原来的一些数据 我单独放在这 这个时候就不需要用列表了 这个时候需要用什么呢 变量就行了 HP等于谁 是吧 Color等于谁 那比方说你的这个杀伤力等于谁 全部都直接用普通变量来定义起了 在这个地方原来的时候是不是为了保存多个坦克 是不是用了列表啊 那么这个时候在这个空间里边 我存取一个值 这是这个坦克的 那么你想要有另外一个坦克怎么办呢 我通过这个模板我再创建一个空间 这个空间里边我也再给你一些变量 这个变量是标记你这个坦克的属性的 这个变量是标记这个坦克属性的 请问同学们 是不是现在这两个变量的名可不可以相同 可以相同吗 在一个模板里边 我有一个东西叫做A子 那么请问我将来我生成的这个新的空间里边 我这个地方可不可以有个A子 可以有吧 那么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 原来你原来用A子的时候 不就表达他的年龄吗 原来用HP表达他的血量吗 是不是可以直接在这个小空间里边独有 可以直接在这个小空间里边独有了吧 你能发现了吗 也就是说所谓的面向对象开发 最核心的一个点就是说 把你原来你所看到的全体变量 相当于当做一个模板 你只要想有一个坦克 我就把你要用的变量和把你要用的函数 我单独抽一份放在这 你要用的另外一个变量和用的另外一个函数 我单独抽一份放在这 请问这两个是不是各自独立的呀 那么将来我对于你去执行的时候 你就是什么A子点什么什么什么直接用就行了 对于你而言 是不是你也可以直接用A子点什么什么什么 又可以直接用了吧 这就像你把它分开了 一个点 这个对象和这个对象是分开 是独立的 你爱怎么着怎么着 你爱怎么着怎么着 他们俩互不也干扰 听懂了吧 这就是面向对象的一个体现 如果不用面向对象 你将来会怎么了呢 请问你这个列表里边要是增了 要是干了 要是增三改叉 要是改了 请问接下来你这个地方是不是都得相应的变化了吧 比较难控制 而你把它单独放在一个空间里面去就很好控制了 就相当于在一个整个内存里边 你单独为它开一个空间 它里边有变量 它里边有函数就行了 听懂我意思了吗 这就是一个对肢解的一个体现 我是做程序 对吧 我原来是做的C元 我告诉你 我直边的讲 C元是没有面向对象的 我原来在去学第一次的面向对象的时候 我心里是满心的排斥 学什么 是吧 破面向对象呀 去面向过程不一样下 我写个一万二次元 又不是写不出来 凭什么我就写那个面向过程了 对吧 但是最终 学了飞加价之后 你才真正体会到了 原来面向过程这么的简单 面向过程的一个直白的体现 就是它相当于一个独立的空间 这个独立的小空间里边 你的变量 你爱怎么用都没有 你这个变量 你爱怎么用都没有 它们之间独立 这就是面向对象 其实我觉得是非常大的一个特点 非常大的一个特点 相当于独立出来 那么同学在这个地方 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咱们原来在去讲面向对象的时候 其实也说过了一个东西 叫做内对象 说过这个是吧 模型 这个模板 那个class 请问是不是就是冲到那个类 那个类 你要明白我那回说的一句话 pathon里边说的东西都是对象 int型的数字 四伏串 对吧 字典列表 结合都是对象 那么class 它依然是一个对象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是一个对象 是一份 你想要有个新的对象 那么用这个模板 是不是创一份 是不是这个数据来了 那么这就牵涉一个问题 在这个我刚刚所说的坦克大战过程当中 函数 共用一份 但是变量 是不是肯定不能共用一份吧 你通过列表的目的不意在什么 下标不一样 你的值不一样 那么同学我问大哥问你 按照咱们刚刚所说的 这个空间里边应该都有一份变量 都有一份代码 这个变量 这个空间里边是不是都有变量 是不是都有代码吧 代码是用来干事情的一个流程 一个过程 一个方案 那么代码是真的是有必要 重新复制一份 放到这里边去吗 也就是说 我在这个地方 辛辛苦苦写的这些函数 我真的有必要再把它们 复制一份放到这里边去吗 没有必要 那么因此你在创建一个对象的时候 这个对象里边一定有一个特殊的属性 叫做下滑线下滑线 class属性 这个属性 通过它能够找到谁创建的你 即你能找到模板 请问这个模板里边有什么 是不是有函数 说的更直白一点 如果能把这个地方来看一个class的话 说的直白一点 是不是这里边就有方法呀 那么不就完成了代码可以共用一份了吗 我这个地方也有这个属性 每一个对象 我告诉你同学吧 python3里边创建的对象 每一个对象里边都有这个特殊的属性 通过这个class属性 就能够找到谁创建的你 请问我接下来变量是独有的 我接下来想要对变量加一 我拿着我的变量 我找到这里边的这个函数 我把我的变量传到这个函数里面执行 请问是不是能够对我这个变量进行独立的套作 我接下来拿着我这个变量 接下来我再找到这个函数 那么我接下来还是找这个函数 我套作的时候 请问是不是还是对这个变量进行套作了吧 所以说互不干扰 你原来所理解的一个对象里边 实际上是把这个什么属性呀 方法呀全考过了 不是的 仅仅有自己独立的属性 那么函数据说的之外的方法都是共享的 大家是否还有印象 我原来在去讲进程书 说过一句话叫做写实拷贝 还记得我一句话吧 其实呢都是遵循那个意思 如果代码不修改 那为什么不共用一份 数据是变的 但是函数里边的代码是不变的呀 那么这个地方呢 因此就保证了将来你去掉的时候 实际上都是掉类对象里边那个特殊的函数 这个地方要注意了 听听说了吗 都是通过这个特殊的class来找到的 都是通过这个特殊class来找到的 好了 那么这就是它 那么那么咱们可以简单的这个地方 我只是简单给大家演示一下 只是简单演示一下 class我定一个东西叫做T 在里边什么也没有 什么也没有 够简单了吧 T等于大T 创业对象 T点下关键下关键 有个东西叫做Dict 此时这个Dict是空 我看看 是不是我收写了点东西 class大T object 然后呢pass T等于大T 然后T点下关键下关键 Dict 依然还是空 在这个地方T点下关键下关键 class 这个属性 咱俩咱俩都看看 我想给你表达了有两个意思 第一 咱们先看这个吧 class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实力对象 这个class 是不是可以取啊 取出来是什么 man是什么 当前主模块是吧 当前主模块里边的T 请问是不是这个类 没错吧 我想表达意思就是 所有的实力对象里边都有这个属性 都有这个属性 那么这个Dict这个属性 你验证了两遍 它里边都是空气消 表达什么意思呢 你创建的属性 它会在Dict字典里边看见 打个比方 classT 它继承着object obg 然后我在这个地方呢 我就这样说吧 我在这个地方写一个东西 叫做Diff 这个xx 写个xx 然后呢pass 然后呢 我在这个地方 我再定一个 我一回车竟然不让我定了 那就以这个为例吧 好了 看着大T T点下回线下回线 Dict XXXT这里边怎么还是空呢 属性 我没有写属性是吧 我没有写属性 那就这样吧 写了两遍了 同学 我再写一遍 写个完整的 写个完整的 咱们class T 两个S大T 然后写上object 你继承它 然后我写上个属性 叫什么属性呢 叫做 就叫做number了 这个叫什么属性呢 还记得吧 这就是什么属性 这叫例属性 是吧 Diff Init 来自家 在里边有个东西 前面有两个下滑线 Init 然后这个地方有个self 对吧 那么这个地方我可以传个值 比方说叫做new 别写了 A 那么self.A 只等于A 好了 那么接下来我再试一下 T等于大T 穿一个11 T.Dict 是不是终于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了一个信息了吧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 就是说这个地方 请问是不是你这个对象独有的吧 那么也就是说的一点是什么呢 你在你创建出来这个对象里面 其实同学们有很多种 两个下滑线开头两个下滑线的变量 就是属性 这些属性有特殊功能 你像我刚刚跟你说的 下滑线下滑线class 能够标记的是谁创建的你 下滑线下滑线Dict 这个地方呢 它能够标记的你这个对象里边 到底有什么属性 听懂了吧 你这个变量里边 你看通过这个不就能看见了吗 你的这个对象里边 有一个属性叫做A 此时属性A的值是11 请问是不是他呀 那么将来你再去通过对象点A 的时候 你是不是就可以取了吧 当我对象点XXX 为什么不能取呢 为什么不能取 因为你看见了这个Dict里边 就没有XXX这个key 导致了你接下来根本就用不了 然后导致你接下来根本就用不了 好了 这个同学们 当中了解 我最终想要表达的意思 通过面相对象 能够让你的程序 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处理方案 就是写起来更简洁 和这个相关的所有的数据 都在这个里面放了 和这个相关的在这 这个是不是仅仅充当模板 提供函数的使用 接下来你要用函数 是不是过去调 请问这个事是不是就写了吧 那我问另外一个问题 函数和数 函数和方法到底什么区别 函数和方法到底什么区别 说得直白一点 是不是以我定义的函数 放在这个类里面去啊 那么将来你想要用这个哥们的话 你的想法是吧 找到这个类 找到类里格的这个函数 是不是这就叫方法呀 而且这个方法有个特点 是不是必须要 如果是实力方法的话 说必须要有个self啊 请问一个问题 这也是面子题 self必须你写self吗 可不可以写成this 为什么 self是一个形态 也就是说我刚刚写的这个self 仅仅是一个形态边两边 你这个地方叫self 这个地方就写self 你这个地方叫叉叉 这个地方就叫叉叉 他并不像c语言 不像c++ c++里边有个 有个东西呢 叫做this 就是this 意思 那个this 那个this呢 是必须是写this的 但是咱pacing里边是个self 是不是可以改啊 一般情况下通常不需要改 好了 我想表达第一个 为什么要进行封装 就是为什么要面向对象 我刚刚说的这么多 让你的代码写起来更加简洁 你再看这个 一个程序有可能代码很长 如果你写了n个函数 n个全球变量 请问是不是揉到了一起了 你咋知道这个变量需要用这个函数 还是需要用这个函数来处理 是不是相当麻烦啊 用面向对象怎么做呢 这个原来的变量 此时变成了属性 你想要用 那你要用的函数 我就放在你里边 请问 这个变量将来要进行的处理方案 函数放在这儿 请问这是不是一个真贴啊 这个属性要用的处理方案 放在这儿 请问这是不是也是个整体了吧 所以说你的代码越大 你将来你就不知道这个变量 到底用哪个函数来处理 但是你要是用了面向对象 你一定知道这些方法 一定是用来套的这些属性的 这个没错吧 这百分之百的 所以说腾腾的原因 对中表达出一个意义的 面向对象 将来写大程序非常简洁 没有任何的困扰的地方 如果你要是用面向过程来写 不是说不行 行但是绕比较难处理 你要明白这个核心点 我问一个问题 封庄刚刚说了 说得直白点 不就相当于拿的全局变量和函数 给它整个一个整体 是不是成了属性和方法了吧 就那个道理 那么继承怎么理解 为什么要继承 我这个图上也画得很明白 这是一个类 有很多代码 你接下来 想要对这个类进行功能的扩充 修改 你是重新把这个哥们 Ctrl A Ctrl C 拿过来Ctrl V 在这里边改呢 还是说你接下来通过某一句话 就直接可以用这里边的代码呢 是不是肯定 是不是咱们这个地方 能直接一句话 能用的话 绝对咱们不会Ctrl C Ctrl V吧 如果Ctrl C Ctrl V了会有什么问题 有荣誉 这是第一个 什么叫荣誉 相同的代码就叫荣誉 荣誉量越大 就是相同代码越多 将来你的代码越差 百分之百大 如果我把这个代码Ctrl C 这个地方Ctrl V粘贴了 我发现了 我这个地方写的那个地方有改 请问同学 我这改了 这个地方是不是也得改 你Ctrl多少次 那么你将来就改多少 但是如果通过继承 你这个地方 你发现一个词写错了 你把这个一次一改 接下来的这些子类 是不是立马都会变了吧 所以说 这就是用继承的好处 重复利用代码 提高代码的重复利用率 这就是用继承的一大特点 那么还有一个东西 叫做什么呢 多态 多态 我也知道 咱们在上技术班的时候 就给大家讲解了这个概念 什么叫多态 是吧 什么叫多态 看这个代码 看完瞬间就懂 来看照 注意听 你跟着我的意思 我定了一个类 叫class miniOS 能猜得出了什么意思吗 mini操作系统 那么 有一个引力的方法 这里边有个 这个什么呢 这个属性叫name 有个属性叫app 它里边是不是一个列表 是不是可以用来存储 安装的软件 就个例子 你的电脑里边一定有一个 有一个地方存储了 你所安装的所有软件 没错吧 这就是这个操作系统里边 最开始的东西 好了 你要是创建了操作系统 注意看 你要是创建了操作系统 传了个linux的话 那么请问 这个值是不是就叫做linux 那么它这个操作系统的属性 这个就是linux 那么请问 这个列表 这个属性里边 是不是还是一个空列表 没错 还是一个空列表 那么 接下来注意看 我这里边呢 有一个方法 叫做install app 啥意思呢 安装软件 请问 我创建完这个操作系统里边 如果我把操作系统 print打一下子 它的STR方法 是不是一定会掉 那么它这里边 打出来的是 打出来的linux 这个是谁 是不是当前 你这个空列表 也就是说 此次打出来是不是空 这是操作系统的 这两个方法 我还有一个方法 叫install 这个install是干什么呢 安装软件 这个install的作用 是安装软件 你想安装一个呢 你就把你那个软件 传进来 请问 设计的场景 在我的电脑上 我安装QQ 也可以安 安装微信 也可以安 没错吧 好了 这是安装的过程 大家们注意看这边 我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APP类 这是一个G类 就相当于负类 有什么呢 有name 有word 有description 再翻译过来啥意思呢 就是描述 软件的名字 软件的版本 软件的一个简单描述 这是这个init的方法 里边的事情 STR呢 它会显示当前你的名字 你的版本 你的描述 这个是不是很简单 还有一个方法 叫install 只要是软件 想按着电脑里边 请问同盟 是不是都有一个功能 是不是就安装啊 你都得双击的时候 都得安装 它都得有啊 这个过程 默认的安装过程是 将我当前的名字 的版本 正在执行复制 是不是相当于安装的某个路径 所谓的安装程序 实际就是复制你的代码 复制到某个路径 这就叫安装 好 你们看 这个是一个操作系统类 这个是一个软件程序的 一个复利 也称之为激利 没错吧 那么我接下来有一个 叫做PiCharm类 有一个叫做Chrome类 请问 这是不是咱们所说的 那个PiCharm 那个编辑器 ED 这个什么呢 那个集成开发环境 叫什么呢 IDE 没错吧 那么这个Chrome 是不是浏览器啊 谷歌浏览器叫Chrome 那么他们看着 我写上一个APP 意味着什么 是不是继承了这个呢 我那会也说过了 这个方法 前后 前后都有两个下关线 它是私有的 还是公有的 公有的 因此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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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都在你的 子类里边 是不是都可以直接用 没有任何问题 那么我的Chrome呢 我发现一个特点 我如果要是 继承这个方法的话呢 我就得执行 什么什么普通安装 但是我Chrome 安装的时候呢 我得先解压 那么我就需要重写 还记得什么叫重写吗 对继承的负类 不满意是不是重写啊 上面看着 我是不是重写了负类的 因此的方法 那么问题注意看 我创建了一个套特系统 我接下来创建了 一个PHM软件 我创建了一个Chrome软件 请问 是不是相当于两个程序了吧 我接下来安装 请问我怎么安 你要按到哪啊 是不是要按到 迷你套特系统 这个对象里边去啊 我要往这个里边按 那么Linux.installAPP 你安装哪个软件啊 我要安装PHM软件 请问 是不是把另外一个对象的引用 当作时餐传过去了啊 那么这个时候 就回到installAPP 请问 此时的这个行餐指向谁 是不是指向 咱们刚刚所说的 那个PHM那个对象了吧 那么 if APP.name inself.apps 那么接下来 已经安装了 无需再安装 ELF 安装 请问 这句话 一句什么 你的这个操作系统里边 是不是有个属性 叫APPs啊 那么这个APPs 它是个列表 如果它在 你以为了什么 那你有安装过了 当然不能再安了呀 你说是个道理吧 已经安装过了 请勿重复安装 必须是个道理吗 请问 你刚刚创建的这个操作系统 里边是啥软件没有啊 我接下来安装 第一次的PRSAM 请问能不能安装成功 可以 来同大 我接下来这个条件不满足 接下来是不是就做ELF的事情 我要安装 请问 是不是得按照这个程序的安装方式来安装 那么我这个时候的调谁啊 是不是我调了 你传过来这个程序里边的音识到吧 请问 这个地方会调的哪一个方法呢 这个地方不应该卡呀 应该调哪一个 传进来的是 来啊 咱们理点啊 你这个地方有一个对象 这个地方有个对象 咱们上面这个对象呢 咱们不是说了叫PRSAM对象吗 是吧 下面这个对象 咱们叫Chrome对象吗 Chrome Chrome 怎么写 是怎么写吗 差不多啊 你刚刚调用的时候是 Linux.installapp 你是不是把pycham当作实摊传过去了吧 请问 你传递的是这个对象的整体拷贝啊 还是说你传递的是一个 引用啊 引用 那么请问app 是不是就指向了这个对象啊 没错吧 那么接下来我一判断这个条件不满足吗 不是啊 我接下来是不是要执行这个了吧 请问这个啥意思啊 我安装软件 是不是你 我是套用系统 我要安装你 你怎么安装 我是不是就按照你的方式怎么安装吧 那么请问 我是不是这个时候回过头去去 调用你里边的 因此道方法 请问 此事是不是相当于调用它里边的因此道方法吧 没有问题吧 这个时候 是不是相当于把这个对象的引用传给你来 我app就指向这个对象 是不是可以掉它里边的东西啊 没有任何问题 那么对中 请问同班 安装结束之后 是要付着apps.appaintappname 啥意思 你里面的名字 我取出来 把这个名字放在这个里边里边去 请问是不是就安装了一个 PRcham了吗 好了 同理 同班 接下来我安装了PRcham 安装完之后 我接下来再安装Chrome 那么 请问此时的这个 这个app指向谁啊 Chrome 没错 那么此时的这个条件不满足 因为Chrome咱没有安装过 那么请问app的install会掉用哪里边的install方法呀 Chrome里边的问题就在这 因为你的Chrome 发现了你的负类的install 他不满意 你是不是在这个地方重写了呀 那么这个时候到底是执行你负类的install 还是执行in-install 是不是执行in-install 好了同班 看到这 什么东西叫做多态呀 我安装的方式 调用的过程 还是去调用一个引用里边的install方法 你传进来的 如果要是一个子类 没有修改的话 传进来的是不是相当于调用的 这就是负类的方法了吧 如果你的子类里边已经重新把负类这个方法给它重写了之后 请问 我再去调用install的时候 是不是就调用了子类重写的那个方法呀 什么叫多态 怎么理解 你子类重写了这个方法 我就调你子类的 你子类没重写 我就调负类的 请问 你传过来的引用还是一个对象的引用 但是我将来去调这个方法 我调的是同一个方法 但大家有没有发现我将来真正调的是负类的还是子类的 是不是就不一样了吧 这就叫做多态 能理解了吗 如果接下来你还有一个软件 那么请问 是不是完全也可以重写这个 最终 是不是重写的时候 你在自己方法里面实现 将来这个地方 是不是就调用了你子类重写的那个方法了吧 你重写了 就调你子类的 你不重写就调负类的 请问 这是不是就叫多态 不就完了吗 多种形态 这就叫多态 同学们 可以把这个程序的今天下午的时候多琢磨琢磨 听懂了吧 封装继承很好理解 但唯独多态 难 因为不好理解 这个例子是不是差不多吧 把它多理理 核心点就在调这个的时候 到底调十凌磁道 把它理解一下就可以了 方装继承多态